买个便宜货,花的更少,过得更好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舵手风向标 这一期呢,我们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我手中的10.3寸的电子阅读器 掌月的iReader 这个产品呢,是我在首发 看到买个便宜货的推荐买的 价格呢,是3069块钱 那现在呢,你去掌月的天王喜剑店购买呢 价格要3169了 如果你不是特别着急的话 建议双11啊,它一定是3069啊 或者是3049,甚至是2999这样的价格 那么作为一个特别热爱买电子阅读器的人 对,我是这么说的 我不是特别热爱读书啊 我是特别热爱买电子阅读器的人 那么我现在手头呢,还剩的电子阅读器 就有了Kindle的Peple White Kindle的Ossys 然后呢,大的电子阅读器呢 其实我是有第一代的Kindle DXG 那么这一代版本大家知道它支持3G上网的 其实全球都可以上网 只是亚马亭当年良心厚道的一回 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产品了 那么为什么我又要买这个iReader的Smart 这一款电子阅读器呢 因为我觉得什么呢 首先这个10.3寸的产品呢 相对于我们知道索尼有个13.3寸的电子阅读器产品 那个价格呢6000块钱有点贵 加加上13.3寸的出去带的不太方便 而7寸的又有点小 那么这个10.3寸呢 就比较适合去阅读一些PDF这样的产品了 那么首先拿到手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掌跃这个产品做的已经很薄很轻便了 你看这个厚度 我们去拿Kindle这已经做的很薄 这个Ossys去看它的对比 这个厚度掌跃都能胜出 我觉得这一点是做的非常棒的一点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产品它号称支持呢 4096级的压杆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直接批注 那之前索尼的13.3寸的那款产品呢 我当时非常吸引我的一点 它可以去在上面 那个批划呀 点注呀 写字 但是后来呢 我看了一些评测 我发现这个写字有延迟 但掌跃的号称这个写字几乎没有延迟 于是呢 这个就很吸引了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那么首先呢 说一说阅读体验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写的电子阅读器 目前呢 可以写的电子阅读器 还没有谁有背光 因此这款产品呢 它是没有背光的 你看现在环境呢 不是特别亮的情况下 其实去读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阅读体验上 相比Kindle的Piperwhite 以及Kindle的O6是吃亏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Piperwhite吧 虽然有四个不太均匀的背光 但它是有背光的 晚上呢 你看起来比较方便 那这个O6就更厉害 它有12个背光 这样的话整个背光非常非常均匀 目前呢 在便携式产品上 我觉得还没有谁能做的产品 如这个O6是这么好的 那这款产品也很贵啊 那亚马逊的官方价格是2400块钱 还不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个皮套 那这个皮套做的也非常有意思 一方面呢 它起到保护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 它还是一个额外增强的电池 你使用的时候 你就把它这样贴上 这样你看 你出门在外的时候 既保护的屏幕 同时你的虚光还增加了 我觉得亚马逊这个设计很赞 那么这一套东西加起来 我好像应该已经接近3000块钱了 总之它不算是一个很入门的产品了 但是在7英寸的电子阅读器产品上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出众的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掌月之时的图书格式 那同亚马逊相比呢 亚马逊其实有着无穷多的这本书 你可以这么说吧 并且呢 它的官方 你购买一个亚马逊的Kindle Unlimited会员的话 可以免费借阅10本书 在这会员期内 就一年的时间内 你可以一直免费的借10本书 比如说你借一本书之后 你看看把它看完之后再还回去 你始终可以保持10本书 在借月的状态 其实买书基本上就不用花什么钱 那同时亚马逊经常还做打折 每周呢 买个便宜货都会推荐一些 亚马逊的电子书打折 可能0.99元就能买到这版的书 亚马逊在整个商城的丰富程度上 无疑来说是最好的 但是我使用了掌月之后呢 我发现掌月做的也还不错 但是掌月跟亚马逊相比嘛 老实说它的书城 就显得有那么一些网络文学化的 当然网络文学小说 这种东西是我完全不喜欢的 我觉得如果说 亚马逊是阳春白雪的话 那这个掌月的书城 可能下里巴人都还要再更低一点 但是呢 掌月也有他自己的优势 比如什么 比如像WiFi传输这样的事情 亚马逊这样的国际化公司 是不会让你去这么做的 那掌月这个特别方便 只要你的电脑啊 或者你的手机APP 跟它处于同一个移动网络 你点击一下这个WiFi传输 直接这个图书呢 就可以通过你的电脑直接传过来 像我刚才呢 直接传了一本70多兆的达里奥的PDF 传输的速度也很合理 那基本上70多兆的产品 可能也就花了两分钟就传完了 对于电子书来说 速度不是我最在乎的 但是它能成功的把70兆的东西传回来 这也就很好 为什么我要强调是70兆啊 我们都知道亚马逊的Kindle呢 其实你是可以通过发邮件的方式 自己去收到这个图书的 但是呢 那个邮件系统不稳定 经常发书莫名其妙的就找不到 同时呢 那个邮件系统明确的说 超过50兆的书 你是不可以通过发邮件的方式来解决的 所以呢 掌跃这个知识70兆的图书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棒 非常出色 那再来说一说缺点啊 那掌跃这个产品呢 我认真的使用了三天之后 我觉得它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呢 它阅读TXT 阅读MOBI 这两种常见的格式 翻页的速度呢 都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你在阅读PDF的时候 它的翻页速度有点缓慢 甚至一度让我觉得 它的翻页速度跟这一款 可能是五年前六年前的DXZ有的一屏 那掌跃官方说呢 它使用的是菲斯卡尔的一个 康泰斯A7的处理器 我觉得这个A7的处理器真的是太慢了 也许它是为了省电的角度来考量 所以总之掌跃如果你拿它来读大型的漫画 读一些大的PDF 比如分辨率比较高的 甚至是大量彩色的PDF 我觉得还是挺累的 这个翻页速度总是让人不够满意 甚至它翻页速度是远远不如Kindle的Piper White的 再来说说我另外一个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 掌跃官方的主打说这是一台个人电脑 它甚至在里面呢 给你内置的实际种可以写自用的模板 那这些模板呢我也都体验了 模板做得非常棒 你能想象出一个电子书竟然还给你准备的字贴 没事干起来可以去念念字嘛 但是它写字虽然有4096级的压感 比索尼的产品要好 但是它写起来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脱颖感觉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写一个字的时候 我的笔风已经划完了 那个字体才显示出来 这其中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就是这个电子书竟然是有脱颖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压感笔在写的时候 这个脱颖比较明显 我觉得当初我买这个是为了写字比较便利 批注比较便利才买的 这有点违背我当时的初衷 那么做得好的地方也还是有的 比如说这个虽然你写字的时候稍微有点脱颖 但是你的修改啊 以及删除一些文字非常方便 甚至你只要画一个圈 迅速就能把一个文字给它删掉了 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是做得非常便利的地方 这也是国产软件比海外产品好不少之处 那同样呢 还有一个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这块屏幕它为了兼顾写字嘛 它采用的是类似于这种磨砂屏的质感 但是它反光 你看我这样抓着 可能你怎样就能看到某些角度在反光 那这一点呢 在我们使用的Kindor的Pepperwhite啊 以及甚至这种不带背光的Kindor的DXG上 都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反光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它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我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贴膜来解决这反光的问题啊 就你知道它本身没有背光 然后你在稍微有日光灯的情况下 它反光 这个读书是很难过的 你要不停的去找角度 去把这个反光给它避让开 这个雾形之中增加了你读书起来的成本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么经过我的这一段时间的使用呢 我觉得首先3069块钱的价格 很多人肯定都已经会说打扰了 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完全可以去买一个New iPad 加一支Apple Pen 那玩意写起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脱影的 并且的性能好 还能玩游戏 还有丰富的彩色杂志 这个屏幕也显示的很不错 为什么一定要买一个电子墨水 那其实这也是电子墨水 常年跟这种彩色屏幕之争的一个问题啊 就电子墨水的实用性非常的有限 也就是真正要经常看文献 深度阅读的人才会去购买 那我觉得3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呢 定位还算比较合理 毕竟索尼的13.3寸要卖到6000块 将近贵了一倍 而亚马天的Kindle呢 就没有这么大的产品 我觉得掌院的这个定位算是合理的 但是我依然期待掌院能够在下一个版本的更新啊 或者是下一代改款中 真正能做到这个写字 无延迟无脱颖吧 你本身已经去做批注了 然后你还有脱颖 我觉得这是不太能接受的 毕竟3000多块钱也不算便宜嘛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本期度的方向标 我们带大家体验了一下掌院的iREAD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不是文献阅读者 还是不必要去购买这么一款产品了 那么还有小伙伴又问 他们来盖泡面是否方便啊 我们试了一下 每款电子阅读器 因为盖泡面都挺方便的 所以如果你想买回去盖泡面的话 随便买一款便宜的就可以了 不用买这么贵的盖泡面 好了 这就是本期度的方向标 希望你能喜欢 不要忘记订阅度的方向标 我是一个还缺94万粉丝 就100万粉丝的博主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